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平安 说得太好了 说到这个路途呢 就像我们东南卫视的真人秀节目 茶道真兄弟 这三兄弟在这个茶道上一路上也是有泪有笑 茶道真兄弟暗自较劲 三男神为最美表演拼了 作为国内首档大型公路大片真人秀节目 茶道真兄弟不仅迎来林一伦 李维和父亲婆三大男神的精彩加盟 更上演了一出横跨大陆的自驾旅游上的 传奇经历和离奇际遇 刚刚为了给河南取村的乡亲们 献上一场完美的晚帮戏表演 茶道三兄弟已经拨拳擦掌开脸了 看真也不了 有身体这样 哇 画面太美 小编都不敢看了 我说李维太拼了吧 但你再看看人家林一伦 又是打帮子 又是吹笛子 更让人意外的是 居然轻身上阵耍起了花枪 文威 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姑父 真的不担心上台闹笑话吗 茶道真兄弟暗自较劲 林一伦父亲婆为真角色翻脸 接下来茶道三兄弟在舞台下练得不咋地 可人家哥哥都卯足了劲 要在台上一显身手呢 猫子父亲婆就老早地定好了计划 要男扮女装演丫鬟 葛万万没想到的是 却被大哥赢一轮抢先了 扮起了红脸大关功 什么问题来了 傅星伯是化妆的还是不化妆呢 他们如果真的是今天 如果一定缺一个人 演不了的话 我想我一定会帮忙 但是我人也不缺 你画一个小女装上台 看来傅星伯真的生气了 从他粗意十足的回答中 你便能窥探一二了 有的时候你在你本来是主角的时候 突然你来了一个嘉宾 这个嘉宾把你的戏抢了 你心里面还是多少有点不舒服 想知道接下来三兄弟还能好好的相处吗 记得一定要锁定本周日晚9点15分 东南卫视查到真兄弟 老板店综合报道 知道刚刚我们聊到了是春莹的回家路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 杨年春晚的主持人阵容 大家是备受关注 其中包括像董卿 老碧都已经确定了 对 你说到老碧 我想了 最近在网上也是爆出了一组 老碧 他女儿的照片 那就小碧了 小碧同学呢 跟其他的新二代 就是有点不一样 你看 这眼神 这打扮 还有这发型 特别的有个性 我觉得啥也不说了 一看这个照片 大家都知道了 肯定是遗传到了老碧身上的 比较逗趣的这种元素吧 娱乐圈感情成交点 范冰冰首度开枪 否认里程求婚 在娱乐圈里 总有那么一些明星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感情永远都是吸睛的交点 而范冰冰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昨天范爷现身香港出席时尚活动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 五妹娘传奇 前两天刚刚播出大结局 收视率破五的表现 可以说相当强势 既然成绩这么好 五妹娘是否会考虑 开拍续集呢 五妹娘收视这么好 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范爷不遗余力的宣传 在这段时间里 吵得最为沸沸扬扬的 就是范爷与大黑牛历成的绯闻 消息刚爆出的时候 大家还觉得 这是为了电视剧而炒作 可随着两人见家长 甚至订婚消息都传出 诶 怎么觉得越传越真了呢 我说范爷赶紧来回应一个呗 没有订婚 没有 范爷的一席话 直接否认了两人的关系 看来一切还真的是 用来炒作的烟蛋 不过这订婚不成感情还在吗 不知道范爷会不会考虑 我们的大黑牛呢 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有嫁人了 一定会跟大家讲 谈恋爱了也会跟大家讲 就是谢谢大家的关系吧 谢谢 小飞瓶该来电视剧播完 绯闻可以收收啦 娱乐圈感情成交点 胡歌巧逼于江苏颖恋情 女生范范范的恋情 还在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 而男生胡歌 近来却是甜甜蜜蜜 坠入爱河 昨天由胡歌出演的 民国剧《伪装者》 在上海热拍 在戏里 胡歌饰演的是一个伪装特工 而说到在媒体面前伪装 老胡的功力 也不是一般般的哦 不过小编倒是想看看 自从于江苏颖的恋情 被放光后 面对大家对恋情的穷追猛打 胡歌 你还想怎么装呢 果然一提到江苏颖 胡歌就开始打起马虎眼 而早已准备充分的工作团队 更是和胡歌 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战 虽然连着吃了几次憋 不过记者们还是不死心 旁敲色机非要问出一个一二来 可老胡是谁 娱乐圈里出了名的 有强华调老江湖 这点小问题还真是难不了他 这里有亲密戏吗 有 那要报备吗 我比如说 比如我跟那个陈景云 有亲热气的时候 我就要跟曼莉报备一下 小美平老胡 明显是有备而来啊 娱乐圈感情成交点 黄宗泽祝福胡信儿新恋情 胡歌对现任女友只字不提 黄宗泽则明显大方的多 毕竟爱已成往事 也没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掩了 昨天黄宗泽在香港出席品牌活动 被记者提及前女友胡信儿 日前公开承认新恋情 不知道黄宗泽有没有酸溜溜的感觉呢 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没有 是真的替他开心 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如果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喜事啊 或者是什么的 我都会替他很开心 不断甜蜜恋爱甚至还传出信儿又闪魂的打算 那黄宗泽你会祝福他们吗 这个要问他们 我也觉得如果是真的两个人走在一起结婚的话 就肯定是开心的事 我也会恭喜他们 既然前女友都找到另一半了 那黄宗泽你还不赶快找一个女朋友吗 所以呢你们快点给我介绍一个 就开玩笑了 但是 呃是最近比较没有时间 呃在香港 也很少机会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所以比较少 小冰婷看来情人节要一个人过咯 乐凡天综合报道 你看啊就刚刚范冰冰才澄清了 他跟李晨之间呢没有关系 但是呢现在又爆出个新的版本了 哎其实呢在五妹娘这部剧当中呢 他跟李志廷还有李晨是没有关系的 反倒是跟当中的演员李姐 是有过一段情哎 哎呀我觉得你们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八卦了 我才是最有发言权 哎呦 因为李姐和范冰冰呢 都是我在谢敬领事学院的这个师哥和师姐 哦 据我所知呢 他们绝对是没有恋情的 有的顶多只是同学情而已 你确定吗 你要万一在学校当中 也可以偷偷摸摸地谈一段恋爱啊 应该不会吧 要不然我打个电话给李姐 从前的娱乐圈 那绝对是各大英俊男性们耍帅半裤的天下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众帅气的男明星纷纷放下偶像包袱 硬生生的把娱乐圈弄成了搞笑耍宝的世界 如果要想当一名合格的男神 长相帅气 有个大长腿什么的 那都只是标配了 这搞怪的功力才是绝对的硬指标啊 因为电视和以身相谋的热播 小太阳钟翰良着实又是大火了一把 虽然在剧中 钟翰良依旧的温暖帅气 但其实私底下 小太阳也有搞怪的一面 小太阳就被导演完成了你好娘 我为什么变成你 你为什么变成我的 为什么 当然小太阳的搞笑还是属于昙花一线 而我们的四爷吴启隆 可就是耍法无底线了 要小编说 四爷之所以能够俘获实施的芳心 除了帅气和贴心的标签之外 这幽默和搞笑的一面 绝对是镜上天花的重要筹码 从前的霹雳小虎 摇身一变成为了欢乐大猪 虽然屡屡被记者玩坏 但小新四爷一出招 分分钟把你吓坏哦 我说四爷 你都成人夫了 还把持着乐到疯癫的状态 这样真的好吗 严格着四爷迎娶大美女 迎来人生新巅峰 我们的十四爷 林更新自然也是按耐不住了 不火湿湿的功力比不上你 搞笑的技巧 总得让我学两招吧 尽管在舞台上和作品里 林更新走得依旧是帅气的主线 但在微博世界中 林更新早已成为了 美名远洋的段子手 这一会儿披上假发半女生 这一会儿又穿着塑料衣自练起来 还时不时地透露下 自己干的小坏事 我说林更新啊 这一年到头出了演戏 你竟忙着逗乐了吧 但林更新的段子手水平 还是稍显稚嫩的 要知道这年头可是有咱大名鼎鼎的 火花社社长刘烨啊 随便发个微博 那都是过万的评论 除了拿自己开涮之外 儿子诺依和女儿妮娜 也常常被刘烨当成搞笑素材使用 消费自己人也就罢了 社长为了逗上新层次 居然还对好友黄博下的黑手 被问到自己能否在喜剧上 穿越黄博时 社长就毫不客气地 玩了好朋友一把 男生风雨 为什么 因为博士都在那 就是 看着社长人气如此之高 我们的邓超在羡慕之余 也走上了装疯搞笑的不归路 自打分手大师上映之后 从前的那个硬朗帅气 说话里带着酷戒的邓超就彻底失踪了 全而代之的是一个搞笑没有下见 欢乐微博天天见的等等他爸 今天调恨老婆 明天调戏儿女 隔三差五的再模仿一下好友的语气 夸夸自己 我说超哥 释放心中的自己固然重要 但凡事总得有个度啊 而在邓超尽情搞笑的时候 也难免一不小心被网友搞了一把 无意间暴露的英语水平问题 无意成为了邓超身上摸不去的笑点 好歹当年还演过中国合伙人里的英语老师 拧着网球的速度也太夸张了吧 你不想讲英文吗 哦 不一样 不一样 明天黄晓明的英文水平都翻了好几番 邓超你这是要接过黄教主英文不好的标签呢 全有黄晓明闹太套 今有邓超 发不嘞 超哥你这牺牲自己取悦大家的精神 真是叫小编感动呢 对啊 发不嘞 我觉得很没意思真的 我觉得我我我我走了真的 we are family ok now tonight we are all family ok 小编评爱搞笑的男神才是鸡品男神 乐凡天综合报道 今天呢 赵薇在微博上发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当中呢 是杨颖黄晓明赵薇和徐珍在一起聚会时候拍下的一个照片 本来这个照片应该挺正常的 没什么关系 因为四大明星聚集在一起 但是呢 因为位置摆设的关系 大家都会评论说 阵型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布置一下呢 对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本来这个是应该是黄晓明和杨颖来玩 然后赵薇和徐珍应该是当电灯泡啊 我觉得你就说的挺有道理 因为徐珍本来这个已经很亮了 当然电灯泡下来一头 便利十足哈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照片当中呢 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呢 他们都给我们呈现出一种幸福的感觉 对不对 情人节有爱好甜蜜 王力宏伴爱过情人节 眼瞅着情人节就要到了 这到处充满了粉红泡泡的气氛 娱乐圈里不管是单身还是友主的 都难免要被问到情人节怎么过的话题 昨天王力宏写新专辑出席电台宣传活动 也宣布即将于2月14日举办免费新歌发布会 而这可是王力宏婚后的第一个情人节哦 不知道到时候老婆会不会爱相随呢 你的爱会到现场去可以使用吗 我的爱啊 你的爱一定会来啊 你的爱也一定会唱啊 那你的爱呢 你的爱 我就是说你的爱嘛 你的爱这一定会到 我的爱一定会到 情人节一定会跟大家一起过的了 对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台下 天天都是天天都是天天都一起啊 小平平有你的日子 每天都是情人节啦 情人节有爱好甜蜜 少女时代秀英展现最美一面给男友 甜蜜爆棚的又何止王力宏一人 昨天少女时代成员崔秀英来港出席活动 自从去年年初秀英和演员男友 郑金浩的热恋曝光之后 男人的感情现状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知道今年的情人节 秀英会和男朋友郑金浩一起过吗 而当天同为少女时代成员的 Tiffany也在香港 和秀英一样 切入金的Tiffany和男友妮坤的恋情 也渐入佳境 但和秀英甜蜜蜜的情人节计划不同 Tiffany则坦言 情人节会和家人一起度过 娱乐圈大串烧 一路惊喜主创玩轻轻拼头条 喝醉喜剧一路惊喜 昨天在北京举行盛大摄影室 当天能及其这是一位竹叶 一起盛装出席首映活动 对于现场媒体来说 也是一份莫大的惊喜 不过要说当天最大惊喜 无疑就是郭特杰与凤小月了 因为原本两人只在台上 再现一下影片中的某个桥段 没想到眼着眼着 两人突然开始玩轻轻了 欢迎你 欢迎你 小片银 最近怎么都玩这招呢 娱乐圈大喘烧 Ella过年不长厨 遭记者嫌弃 昨天Ella不为寒流 到台北郊区 为独居老人打扫家里 献爱心 去年过年在马来西亚 烹饪一桌好菜 博得婆家一致好评的Ella 被问到今年预备料理 什么菜来讨好婆家时 Ella却被记者的调侃激怒了 新年我跟我老公讨讨论 他说你不要煮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我煮 不是啦 那么难聊天啊你 这哪一家 等下让我平复一下心情 老公只是舍不得我忙 怕我辛苦 游乐圈大串销 唐朝为农民工送温暖 纯洁将至 日前歌手唐朝来到北京海淀区 某建筑工地 为辛勤工作一年的农民工 送上新春前的祝福 以及礼物 最近吧 老师在网上 有一些农民工兄弟 老翻唱我的歌 就是然后写了很大一段话 说唐朝老师什么 在我们想家的时候啊 或者累的时候啊 都在听我的歌 然后我就觉得这挺感动的 我也希望呢 我微博的力量 然后能来看看他们 我觉得就是我 最真诚的一些想法 小冰冰传递真能量 乐凡天综合宝 好了又到了波浪海台 点新年娱乐显微镜环节 赶快来看一下 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陈坤和李冰冰了 在这儿要恭喜 这两位幸运的观众呢 就可以获得 好吃好给力波浪海台点新面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苏醒亲笔签名的专辑 没错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就是 正在写大字的这个人是谁呢 只要大家的朋友 可以登录到我们 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 好吃好给力波浪海台点新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好了就是我手中的这张 比比的亲笔签名的写真集哦 好了礼物多多 希望大家赶紧来索取啦 下周同一时间